昨天网友粉丝在直播间问我 雪佛兰麦尔宝XL 这款车到底能不能买 都说便入箱不好 用不住 个人认为呢 如果预算不足 还想156万4千万万买个BD车的 就雪佛兰麦尔宝XL还是不二次选的 或者是福特蒙丢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 很便宜 那么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 进楼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15万到20万之间 这个价位 麦尔宝XL 你会选择他吗 或者没有买过 开过这款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建议 帮助帮助他 谢谢大家 那么首先 15万的 20万的麦尔宝XL 这个价位 如果买同级别的 像德系 日系 你都买不到 这个2.0T的动力 日系车都是智安息器 是不是 你买这个德系 只能买到1.4T的版本 对吧 那么麦尔宝XL 17万万 你可以买2.0T了 入门级的两款 那是1.5T的 但是动力 加用的也够 尽量选择2.0T 麦尔宝XL 是基于同于 ERX平台公交大道的 和别克的昂克威 均约是同平台的产物 整台车 这个一轻造化的 超高强度高 就使用了40%的比例 而且关键部位 都使用了这个热成新杠 同级别理 它的这个车身安全 还是非常优秀的 要比什么德系 日系要好很多 那么动力上呢 它这款车子 有这个1.5T 匹配9AT版本 还有2.0T 匹配9AT版本 尽量选择2.0T 这个 这个信仰比较高一些 本身这车 没超过20万 所以说买就买 这个2.0T的 动力会更好 这个发动机变动箱 就是通用 代号为LSY那款 这个发动机和变动箱 通用了自己家的9AT 和凯迪拉克 XT5 XT6 和昂克奇 均越 均越 都是同款发动机变动箱 经过更新换代之后呢 质量上是非常不错的了 发动机也不丢机油 也不这个 剩机油了 变动箱 换脑逻辑 也比以前好多了 不像以前的老款的6AT 还有什么4AT 那都不行 换的 非常的混乱 换脑逻辑 现在新款换脑逻辑 是非常不错的 很耐用了 不错 挺好的 那么做AT变动箱 做的好的 是日本的爱信 德国的财福 这马达的AT也不错 再不韩国的派文太 奔驰的9AT 再不通用的9AT 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悬挂是前麦克星 后面是多灵感的悬挂 后面的悬挂的下摆币 用的是铝合金材质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车实际开起来 1.5T 12加92HQ 2.0T 12加95HQ 2.0T 油耗大概在 8个到10个之间 这个油耗不论是那么特别低 这个开起来动力想象非常快速 有点发唇 轻点银面踏板的 动力就来得非常猛 非常快速 而且它这个车子的操控性 底盘调的偏运动 偏操控 车子的跟随性 开的非常有那种 性能调试的那款车的 开的很爽 但是说隔音做的不是那么特别好 而且简正调的偏硬 它这个是组抓操控性的车子 你记住底盘简正调的继续必须得硬 要不用哪来的操控呢 是不是 所以说它这玩意 你要是吸引到这个性能 你就得有这个舒适了 但是你这个有这个舒适 你就得失去掉这个性能 这个是很成正品的东西 但是隔音呢 确实是中规中矩 一般的水平 那么作为它的价位来比呢 它这个车子 我认为价比还是很高的 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品牌力 品牌养力不足 所以说卖的也是非常便宜的 其实在我们国内不认 在国外呢喜欢来的车子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也没有开过或者买过这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